新浪娛樂的網友朋友們,大家好,我是韓更 韓更,自經網上就要上你們吧,我相信很多粉絲都很期待 其實我也挺期待的 你先形容一下林靜這次演的,你是怎麼去形容這個人類的? 在我理解林靜呢,是有一些比我還要悶的一個人 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人,很自我 但是他對很多東西他不會勇敢的去面對 是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感覺就是,其實無論是林靜還是陳孝正這兩個人物 他們好像都是被家庭或者是過往的一些歷史訴訟 然後造成了可能之後的一些選擇 對對對 好像還蠻極端的 其實林靜真的挺極端的 其實如果要是他另一方面去想的話 去真的那個時候去面對的話 有可能未來就是不一樣 結果就會不一樣 但他自己選擇這條路到後面他 結果 結局什麼樣他自己還是更難過 對 但還好到後面呢 他經歷了這麼多 就好像是面對了 面對之後呢 他不是說他以前想像的那樣子 已經完全都變了 嗯 那其實我覺得 好像之前發布會你們有說過 其實這次的造型 特別是青春奇麗的造型 還蠻爽的 但是你好像還蠻願意的 所以覺得可以再次 我覺得是這樣 在那個年代啊 嗯 嗯 我覺得已經很時尚 我估計那個年代你 OK嗎 有問題 嗯 反正那個年代我覺得這個服裝啊 實際上已經是很 嗯 很時尚了我覺得 我估計那個年代你穿衣服還不如他 嗯 所以我覺得你要適合那個年代的人物啊 或者家庭啊等等 你這個整個的環境啊 嗯 我現在能 稍微再給他 加 加一些東西 明白嗎 就更深刻這個人物 我希望是這樣 嗯 就你覺得 其實完全 就想把那種帥氣的感覺 其實完全跑去 畢竟是演員吧 嗯 你演員不能說 就是 我要就演 我就永遠都演帥氣 不可能 嗯 我也不希望說 我在我電影作品裡面 就是演一個帥氣 嗯 那我可以拍一個偶像劇嗎 嗯 所以到現在我也不會去拍偶像劇 那我希望真正說把這個作品去完成好 這個人物去演繹好 我希望是這樣 嗯 但是其實這個人物 就是一開始和結尾的 的戲份會比較是主要的 嗯 但是其實它 其實 並不是說總場戲的戲份這麼多 那但是 據說 在外面就是有說 就是編劇給你加了很多 內心戲 嗯 嗯 那其實會不會進入是 其實這方面的 演藝方面的難度很大 其實內心戲 應該是我第一次 接觸這樣的一個片 嗯 因為我 因為我在電影裡面 我還算是完全一個信任 嗯 所以在這樣的一區挑戰 或這樣的訓練 我很希望 我很願意 嗯 因為畢竟 你以後要做演員 嗯 在這樣的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你可以去學習的機會 你幹嘛不去學習 嗯 所以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功課去做出 嗯 那在演藝這個角色的時候 內心的學校要更強 然後從 從內到外 要發得更強 甚至沒有台詞 我也能給你表現出來 這幾年我遇見了什麼 大家也可能能想像得到 嗯 就跟在電影裡面一樣 七八年沒見 第一次我這樣證明 嗯 但那種表現 那我到 最後我要到 呃 又換一個場景 到醫院去跟 施藝去餵藥 它 很極端的一個表現 嗯 那大家有可能就知道 你 這七年八年 有可能是什麼樣子 的一個人 接觸什麼 你想法是什麼 所以很多內心戲在裡邊 我覺得還是 挺斷領人 嗯 就每一場戲 感覺都 你的人物 張力很大 嗯 例如是 那當時有沒有 你覺得在演藝上面有沒有帶路 因為之前 你第一步做的 可能是動作戲 然後就是非常往裡收 在個性上表達的東西 嗯 會不會是覺得兩次的 難過 確實兩個人物的粉色太大 嗯 所以 有時候 我在拍戲 有時候我的反應會 敏感點 張力姐都說 你不能跟拍大舞聲一樣 你說那麼敏感的 叫你看看 哦 這麼快 那有可能人物不是這樣的 對 她說我慢慢的 張力姐也是慢慢的 幫我 幫我從這邊拉 嗯 讓我壓著一些 嗯 對 所以我覺得 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覺得是 收放自如是一個演員 最好的一個表現 嗯 但我覺得還是 學了挺多東西 嗯 嗯 有些什麼 趙薇有沒有 從趙薇身上學到什麼 沒有 你覺得他指導的 其實你學到什麼 你在這個言語說 你怎麼 其實你說 在你說 在你不經意的下 在你講戲 你演戲 不經意下 有可能你會有進步 有可能你就學到了東西 在學到什麼東西呢 你真的 你怎麼去講 其實趙薇也是第一次當導演嘛 嗯 感覺他也是在一個學習的過程中 嗯 所以他非常經驗 嗯 他每一個步驟說 導演 導演每一個素質 他都會具備 嗯 在拍戲的時候 也非常認真 嗯 他其實他會通過什麼方法去達到他想你們表現出來的那種 他會想 但我能感覺到 我能感覺到 他每次在跟我們講戲的時候 我拍完一條 他會想 就這樣的狀態就邊想邊過來 嗯 過了之後呢 在我面前就在那 眼睛在那轉 然後想 不知道想什麼東西 我估計他在找一些方式來跟我講戲 嗯 我是這麼想 然後過一會他跟我去講戲的時候 嗯 嗯 嗯 明白了嗎 嗯 嗯 明白了 就這樣 嗯 所以他用很多的方式去演員去講 因為他也是演員 嗯 他知道是什麼樣的感受 怎麼去演員去溝通 嗯 對 他覺得 他有點應該實際在做 嗯 嗯 嗯 好像據說是你當時是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你覺得 為什麼他們第一次見面 會是一個這麼有點輕浮 或者是淘汰的狀態 是 電腦系是不是有過一些討論嗎 嗯 啊你說的那個 對就是他們重逢的 第一次 是吧 嗯 但是我也說我不理解 嗯 剛開始我都去 我不理解 我說為什麼要這樣的一個狀態去跟他打招呼 嗯 會去這樣的方式去說話 嗯 那 編劇李全哥呢 他一直在跟我講給我講啊 嗯 我慢慢才明白 嗯 所以這麼去說 有可能是打反話去演 那有可能很多的一些方面都會體現在這場戲裡面 嗯 你忽然 你說中間你沒有出來 突然出現 嗯 那都想過 已經會變成什麼樣 嗯 七八年沒見會變成什麼樣 嗯 其實所有七八年的滄桑 你的無術 你的無奈 全體現在那一場戲 還有在 直接連著去為世界要那場戲 嗯 全部體現在那裡 他的心靈很糾結 嗯 他比正威 還有糾結 嗯 他但 會藏在裡面 嗯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還是不敢那些 所有的東西 嗯 是這樣的 但是 嗯 上次的方式會你有說 他都覺得 片裡面的這種初戀的感覺還蠻像一份的 我什麼時候說 我 在大都會上 有嗎 有有 就是你每個人介紹角色的時候 我說初戀 哦 有說嗎 有耶 像嗎 那好 那自己不像的話 那你自己的初戀 對 因為你當時說像嘛 我們就覺得好奇 那是怎麼樣 像嗎 哎 平 我說了嗎 說像我初戀 對不起 對 感覺好像沒說 那好 那你可以再說一次 哦 我的初戀 對 你說哪一段嗎 哈哈哈哈 初戀的那一段 第一次初戀 其實我真正初戀 就是畢業以後 交女朋友 對我真正初戀 嗯 嗯 那之前你說初戀 你知道是什麼是戀愛 什麼是愛 嗯 你碰個十二人才覺得了不起 有這麼糾結嗎 你覺得在以前嗎 啊 你說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時候 所有的男孩女孩都挺聚集的 也在十幾 十三四啊 嗯 但現在十三四的男孩女孩 就是實在了不起了 就比我們那時候就成熟多多多 那時候我們就什麼都不知道 你說每天泡在練功房裡邊知道什麼 嗯 嗯 但是其實你自己的感受比較深 會不會是那種在寄宿學校 就在住宿的那段經歷 我們是專業學校 嗯 嗯 就其實 會你自己的 因為是自己曾經經歷過的那種住宿啊 嗯 對對 會有很像 在戲裡面 你看在戲裡面那些宿舍 但很像 嗯 但是唯一一點就是 那個要髒 嗯 嗯 還有味道比較濃一些 嗯 趕早還說 那時候我們的宿舍 你一開個門就一部熱風 那種熱風還帶一點味道 嗯 就能感覺到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宿舍環境 嗯 因為其實例如趙又提他說 其實這個劇本裡面的青春其實是他不熟悉沒有經歷過的嘛 嗯 但其實對於你和對我們來說就可能是一種自己的 那你也是台灣人 啊 不是 就是大陸人來說 就是這種住宿的經歷或者會 就是比較熟悉的 會不會也是你自己青春的一部分 所以請你居然這個角色的感觸會不會是會更深一點的演繹這個戲 因為我在宿舍裡面的戲很少 嗯 你看電影裡面也很少幾乎是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一些檢調或者是怎麼樣的 嗯沒有就幾乎是沒有 從 接完正威我在宿舍的時候我去美國 就沒有在宿舍裡了 嗯 大部分都是已經 到了 三十好幾 到了檢察官以後 嗯 的戲 嗯 然後這次就是 就還有吻戲嗎 嗯 其實拍我的戲會對你還是挑戰嗎 或者是其實已經是OK了嗎 沒想那麼多 嗯 也沒想說這是一個挑戰或怎麼樣 就 啊 我覺得當演員素質還是在這裡有 對 但是好像通常都覺得是男演員對這種戲會比較緊張 因為 男生會 會有緊張 會有一些緊張 但不會說是想那麼多 嗯 但畢竟你 台詞 人物 都在 都在那 擺在面前 那你要做演員 你要真的演好東西 就 你應該去 去做 嗯 嗯 嗯 那然後 因為其實這一次我們有看到 其實 女心人方面好像 照威爾覺得 她對男演員的表現會比較滿 嗯 而且Cup的會比較少 嗯 那其實就是 女心人可能會比較多嗎 嗯 那其實你們在和這個過程中 在演對手戲的過程中的溝通是怎麼樣的 或者是 我們的溝通就是 台詞前坐在一起 嗯 講 聊天 嗯 所以你溝通你應該是什麼樣的 嗯 嗯 女孩你應該什麼樣的 安哥你應該什麼樣的 嗯 來走一遍戲 嗯 嗯 就這樣的一個過程 嗯 那走完戲就覺得 唉 就要稍微要改一下 嗯 那我走戲的時候 我覺得我走戲 我有點不舒服 那我說我也想改一下 嗯 就這麼樣的一個過程 嗯 嗯 那當時 其實 因為這是趙薇第一部導演戲 然後她選了一個這樣的 跟青春有關的題材 嗯 那對於你來說 當時這個劇本最吸引你了是什麼 其實我整個看起來這個劇本 就看小說一樣 嗯 就一口氣看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 挺吸引我 到最後的一部分 我真的是 流眼淚了 挺感動的 嗯 就是 所謂大家以及所謂的青春 是那種小清新啊 美好啊 嗯 就等等 但沒想到青春到回頭來看是挺殘酷的 嗯 是你 很多事情是你想像不到 嗯 就完全是被現實給你 擊垮 嗯 嗯 是這樣的 所以我還給我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嗯 對青春 嗯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來說 青春對你來說是 怎麼樣 青春對我來說 嗯 上次來說 還有點 嗯 挺奢望的 很想回到 以前那種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很瘋狂的事情 瘋狂的事情啊 嗯 其實 我還真是挺是一個好孩子 嗯 嗯 就是 頂多去子儒院翻個牆不買門票 嗯 去動物園翻個牆不買門票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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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瘋狂應該是我們在下雨的時候我們幾個人 穿著練功服去淋雨去跳舞去了 在操場上 嗯 我覺得那還挺過癮的 嗯 回來都感冒了 對 是不是其實那時候其實練舞 就是把日子添得還 挺充實的 嗯 很充實 從早上開始 一直到晚上 每天都很充實 嗯 嗯 嗯 那那段時間的朋友 會不會是其實是 也是有些人來嗎 因為其實在 最親的 嗯 應該是最親的朋友 嗯 現在也是 我們班的所有同學 過幾天還說要同學會 所有聚在一起 嗯 但現在聯繫也很親 嗯 像有可能說這個同學我不喜歡 但真正你遇見困難的時候 你找到我 你是我同學 六年的同學 我肯定會幫你 嗯 是這樣的一個 很兄弟 嗯 對 兄弟一樣的感覺 嗯 其實 因為其實這部戲 也是在友情方面的描寫也蠻多的 嗯 就是 例如就可能有些人會比較成功 然後有些人會比較落魄 或者有不同的生活 或者是 怎麼樣 就例如他 就等於趙薇說 其實逝去 就除了青春逝去也是一個主題 嗯 那你會怎麼看例如 可能逝去這個主題 還是第二部分 逝去 嗯 就所有東西都會逝去 嗯 你會恐懼嗎 不會 你就跟 就跟火柴一樣 嗯 不管青春還是什麼 就跟火柴一樣 嗯 當你典章的時候 你是最棒的時候 嗯 那你就進行了燃燒 你就進行了瘋狂 嗯 享受這個燃燒這個過程 嗯 那沒了就沒了 嗯 人 遇見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 嗯 嗯 去享受現在 嗯 但是其實很多人覺得 韓東其實 在 就是 在圈子裡面的發展非常好 然後也有很多支持你的粉絲啊 嗯 在音樂方面啊 然後現在在電影方面發展都很好 但是為什麼你會覺得 還是覺得會比較更懷念 之前青春期那種時間 嗯 只能說是 懷念是想去嘗試 再去回到那時候去感受 嗯 對 那現在呢 你畢竟這現實還是這樣的 嗯 那畢竟還要去工作 嗯 那你畢竟說我要把所有的東西當現在的一些東西 我也去做的 嗯 讓自己做的更滿意更好 嗯 對 嗯 回憶只是一個去感受 嗯 有很多回憶在那裡 那你會覺得如果讓你有機會再回去的話 會希望改變嗎 不用改變 有可能改變的話 我天天逃課 我就玩了 哈哈 改變的是這個 就 玩的時間再多一點 對 瘋狂的時間再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的 所有同學我們太乖 嗯 太不瘋狂 真的啊 就是大家都很乖你那個班 嗯 就特別的乖 嗯 該上課 所以我們成績都非常好 嗯 在專業上 在等等的都成績非常好 嗯 所以如果要再讓我回到那個時候 我就去 天天逃課 我去該幹嘛幹嘛 嗯 瘋狂一把 嗯 就讓青春瘋狂 嗯 那其實就是影片的最後其實還有提到 因為你們已經到了畢業然後事業有成 那個階段嘛 嗯 就是 例如 你Mark那個角色他有談到成功 所以在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要開始 考慮 人生 另外一句 事業成功 什麼是成功 這樣子 那其實你自己會怎麼看待這個話題 什麼成功 對自己的心裡一個踏實 嗯 對啊 那我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這件事情 或對我以後的道路 或對我的生活人生已經 我覺得很踏實 很有安全感 嗯 那有可能自己對自己就是已經成功 嗯 嗯 但有些很多人 雖然你說你感覺他成功了 但是他心裡還沒有到那個位置 嗯 他心裡上還沒有說我要想要的東西我還沒得到 那不算成功 嗯 嗯 是這樣 嗯 那你覺得你現在 還早著呢 哈哈 剛剛開始 嗯 那其實你剛剛有說到其實以後可能也是會 繼續往演員這條路走 嗯 其實你是會覺得這個方向也是自己比較感興趣 是我的 夢想 嗯 我的一個願望 夢想 因為我在學校畢業以後就一直 想去考一些專業的表演學校 嗯 但家庭的條件經濟條件一直不允許 沒有辦法 嗯 嗯 所以就 就放棄了 就沒想到之後還有一個 嗯 出國深造的機會去當歌手 嗯 所以就誤打誤撞的當了歌手 嗯 所以其實你演員是一個 反而就是 第一個夢想 對 嗯 所以以後我也會努力去把這演員這一方面去做得更好 嗯 嗯 那你現在其實會在 除了就是 你開始嘗試演一些電影之外 會不會在考慮做一些什麼準備 演员这一方面吗? 我一直在做准备 我以前在培训的时候也是在学习表演啊等等等等 但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我也会去做一些功课 看一些经典电影啊 像台词课啊等等等等 我一直在做准备 有机会就说 那其实现在例如是接受的话 会以什么标准去挑选? 嗯 公司有公司的想法 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会有可能会尝试不同的一个角色去接 那主要是看剧本 如果剧本够信任我 人物够信任我的话 我可以去尝试 无论什么角色 那接下来今年还会有新的角色? 还在谈 还在谈 嗯 如果确定的话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 嗯 那例如这一次的这个 激情分析是你自己也是 或是你自己决定要演的一个戏? 对 嗯 看剧本我很喜欢 所以我就 我觉得对林静也很感兴趣 嗯 因为我小说没看过 嗯 嗯 大家一直说 啊 你不像 你不像小说那个人 你不适合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灵性 但小说我没看过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但我只看了剧本 嗯 李强刚跟我说这个人物改了很多 嗯 嗯 就丰富了很多 嗯 所以我就剧本 嗯 小说我一直没看 嗯 所以那只能 靠我自己 理解的 还有导演 编剧 给我灌输的东西 我来去演绎 嗯 大家每一个心里的灵性 是不一样的 嗯 不要去拿小说去衡量这部电影 嗯 是这样 嗯 好 也希望大家能尊重 所有工作人员对这个电影的付出 嗯 这个电影的作品 嗯 是大家所有付出都来的 不要去拿小说去衡量电影 嗯 嗯 嗯 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